女主子若从小和脑瘫的父亲相依为命 子若凭借歌唱的天赋 考上了首尔一所有名的艺术高中上学 父女俩也因此搬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生活 到了首尔后 脑瘫父亲仅靠摆地摊 卖女性内衣丝袜来维持生计 入学第一天 老师对班里的学生进行嗓音测试 子若凭借过人的音域 不仅得到了同学们的掌声 也引起了富二代学长幼正的注意 却也因此被以惠善为首的女同学所记恨 在新的学校 子若结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敏金 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在一次集体交友活动中 搞事情的惠善故意询问子若 父亲是做什么的 子若只好尴尬地谎称 父亲是做服装行业的 学长幼正觉得子若家里很有钱 就开始表白子若 懵懂的子若半推半救下 被带进了卢尾弟进行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是这一幕刚好被惠善身边的小跟班 看到并用手机录了下来 惠善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 他无法容忍子若这朵鲜花 抢走了他的恋人 于是他带着两个小跟班 组成坏女三人组 找到了敏金 而被他们欺负了三年的敏金 怕自己再受牵连 便招出了子若真正的家庭背景 和居住地址 惠善将这一切告诉给学长幼正 幼正得知子若家里很穷后 态度马上转了360度 这人渣跑到子若家里 先对他进行了一顿羞辱 说他不知廉耻想高攀自己 接着将滚烫的烟头 烫在了子若的身上 晚上子若找惠善谈判 说自己只想平静地上学 不想惹事 表里表气的惠善 不仅甩了子若几个耳光 还羞辱他残疾的父亲 这已经碰触到了子若的底线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子若最终还是打赢了惠善 不服气的惠善 凭借自己有钱父亲的人际关系 和母亲学校领导的身份 施以压力 将子若开除学籍 被迫退学的子若只好找了个便利店打工 现有愧疚的敏精找子若道歉 子若也很大度地原谅了他 后来子若请求正在准备司法考试的店主 将事情拟成一份请愿书 交给教育部曝光了媒体 这件事情危及到了诱政 气不过的诱政和惠善又一次找到敏精 软弱的敏精再一次成为暴力的推手 将子若推向了地狱深渊 一群人渣来到子若家里 强迫子若发生关系 并将整个过程录了下来 惠善利用视频威胁子若撤回了请愿书 但是并没有就此放过子若 而是经常找人去强暴子若 甚至变本加厉地让子若出去接客赚钱 不从的话就将视频公布于众 子若因为害怕就顺从了他们 无助的子若把这一切遭遇写进日记本中 将日记本塞入便利店仓库之后 选择了跳楼自杀 子若的死对他父亲来说 毫无疑问是当头一棒 他拿着子若的日记本去找学校 学校不管 并且还说他女儿的死真是丢了学校的脸 他又去找警察局 可警察已只有一本日记本 证据不足为由拒绝了他 走投无路的父亲感受到了绝望 愤怒的他和一心忏悔的闽金 决定报复这群禽兽不如的败垒 于是闽金将会善一行人引到天台 父亲的一瓶硫酸将坏女三人组 泼得面目全非 随后又将欺负子若的四个人渣绑架到老家 几个贪生怕死的东西立刻开始互相推责任 父亲愤怒的将他们一个个解决掉 还把诱正拉到船上 直接用鱼钩勾住他的嘴巴 如同蚯蚓做鱼饵一般放到水里淹死 虽然大仇已报 但父亲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静静的躺在船板上 极度思念无故死去的女儿 眼中仿佛看到了以前快乐的时光 最后 万念俱灰的父亲选择跳河自杀了 校园和社会就像广袤的大地 有些人贪婪沐浴着阳光 有些人蜷缩在阴暗的土壤 以忍耐对抗着出身 以阴冷浮生着断肠 蚯蚓如是